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是在昨天举行程序表决 获得的是49票支持51票反对的结果 根据拜登的方案 美国将要向乌克兰以色列的盟友提供超过1000亿的援助 白宫在之前已经说了 国会如果没有办法年底前批准这个拨款 华府就没办法向乌克兰继续提供武器和装备了 而在现在呢 拜登在投票前的演讲中也警告 如果华府没有办法援助乌克兰 可能导致俄罗斯胜利 继而向西推进就会直接威胁到北约 到时美国跟俄罗斯交锋的成本就只会更高 拜登显示 他表示愿意和共和党合作 在边境安全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不过同时他也批评共和党是以国家安全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为了要让这个千亿的原乌克兰法案能够通过 现在总统拜登表示他妥协了 愿意做更大的让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 麦卡锡 朋友们对这个名字一定相当的熟悉 这是众院前议长麦卡锡 他宣布了 在年底就辞去议员的职务 完成余下任期之后 他不再寻求连任 政坛也相信 筹缓能力出众的麦卡锡 他一旦离开 可能会影响到国会共和党的吸睛能力 而政党明年维持众院控制权的任务将会更为的兼具 麦卡锡是在昨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宣布了他辞职的决定 表示今年年底完成任期之后 将会以新的方式来服务国家 他并没有披露他下一步的动向 仅表示会继续参阅共和党的政治运作 包括招募人才竞选公职 那么虽然政坛早已经月料 麦卡锡失去议长位置之后 异性阑珊 明年可能就放弃连任 不过这个消息还是引起巨大的回响 理由就是共和党目前在众院占221席 仅仅比民主党多出8席而已 接着再看众院共和党人也表示 总统拜登的儿子Hunter 必须要出席下个礼拜的闭门听证会 否则将会控告他藐视国会 根据媒体报道 同属共和党的众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和司法委员会主席 在昨天联名向Hunter的律师发信 要求Hunter按照国会传票日期 在12月13日接受闭门约谈 并且强调Hunter没有选择的余地 拒绝配合的话就会面对藐视国会的控制 Hunter的律师连日来一直说 当事人愿意在公开情况下出席听证会 但是拒绝闭门受审 避免共和党日后选择性的泄露相关的供词 借此操纵甚至扭曲原来的事实 而在共和党举行了第四场总统初选辩论之后 随着禁逐人数现在减少到四个人了 所以彼此之间较量也更为的激烈 现场火药味非常浓 South Carolina州的前州长海力 在支持度上升之后 现在成为了重视之地了 在前总统川普虽然没有参加这个辩论 还是依然也成为话题的焦点 反映的是川普他本人在共和党内的地位 丝毫不受到影响 那么在现在可以看到辩论 昨天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鲁萨举行 那么由海力还有佛罗里达州州长 The Sanders 企业家拉玛斯瓦米 还有纽泽西州的前州长Chris Christie 其中The Sanders还是延续 他与加州民主党籍的州长纽森的辩论的情形 言辞相当的犀利 但是在这一次没有参加的前美国总统川普 仍然还是在这个辩论当中 虽然不参加 但是他还是成为话题的焦点 反映的是在共和党内川普的地位 不受他参与不参加辩论的影响了 好下边呢我们在这里呢 看到和我们德州相关的了 不晓得有没有朋友们注意到 德州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多起的枪击案 导致最少六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警方则相信凶徒是同一个人 而死者还包括了凶徒的父母 也有远警遭受到枪伤 案件是发生在前天 那么现场则是在奥斯顿东北部的高中 这个附近 那么校区警员腿部受到枪伤 那么到中午还有居民又发生枪击事件 现场还有两名伤者 一人送医之后死亡 而到了下午又有一名骑单车的男子 被子弹打中 虽然不过还好 就是没有生命的威胁 可是到了晚上七点 远警处理入室窃盗案 结果室内发现两名死者 那么之后还在后援遭遇凶徒 双方这个是你来我往枪战之后呢 远警受伤 而这个公路这个拘捕开车逃走的一犯 那么在这个时候受伤了 所以呢在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在声明中说 需要以法律来制裁凶徒的卑劣罪行 要确保凶徒没有办法再重建天日 可是资料显示 这个案件已经是在美国今年 第42宗大型枪击案 各宗案件累计已经造成到目前 有200将近220人死亡 那么案件不包括 遗凶在内的有4个人死亡的话 就属于大型枪击案 而在我们德州的话 同一名枪手 同一名凶手 在一天之内从早到晚 一直在犯案 虽然这是被警方 虽然最后是逮捕了 但是呢 这个案件 枪击案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要提醒朋友们 又到了过节的时候了 Holiday Season 更是要注意自家的安全 好 我们在下边呢 看一下 这是很快的看一下 我们的股市 受到美国科技业巨部 Alphabet 它的股价进阳的情形 美国股市今天开盘就上涨 投资人同时也等待 在明天要公布的 美国11月就业报告 要从这个里面来寻找 美国联准会政策行动的线索 所以呢 在现在可以看到 Dow Jones S&P500 或者是NASDAQ 通通都是上扬的情形 这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胡美剑在这 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在我们休息以前呢 仍然还是要借这个机会 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您可以到我们的网页 你好Houston.com 你好是拼音 N-I-H-O-A-O 你好Houston.com 在我们的主网页 你就会看到 我们现在特别提供的 一个提醒大家 不要忘的一个座谈 这个是2024年的 特别的一个座谈 由专业心理医师 来分析情绪压力 还有对于相关问题的因应 那么由德州中文台 和林心慧教授所安排 要请预先登记 我们要保护 就是因为个人隐私 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 公布这个座谈会的地点 和确切的时间 时间是在1月6号 还有1月7号 1月6号 针对高中和大学学生参与 是英语座谈 讨论的包括 分析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面对压力的处理 自杀意识的了解 情绪和行为问题方面的解答 那么对于高中以上 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们 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他们可能没办法跟家长 跟老师沟通 但是这一个讨论会座谈 是保护他们的隐私 只有学生参加 父母不能参加的 只提供给学生 而且需要事先登记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一直在这里 就是提醒大家这一个座谈 请您把相关的讯息 我们在主页面 有英文跟中文 把这个讯息给你的孩子们 他们也许对于他们周遭的朋友 需要同样的帮助 他们也可以提供 提供这样子的讯息 欢迎他们电话先登记 我们会一一个别通知 这一个座谈的确切的地点和时间 那么第二天的话 则是就是星期天1月7号 这个座谈专门针对父母们 那么也只限父母们参加 同样的要请参加的朋友们 请先电话登记 也一样保护各位的隐私 所以不在节目中宣布 就是在父母们的 这个座谈会的地点 将会是两个不同的地点 在星期天父母们的这个地点呢 在这里心理医师 也要和父母们来了解 怎么样子你能够和你这个成年子女 能够帮助他们来改善 他们的心理健康 你的高中以上或者大学的成年子女 他们在心理上的压力 情绪上的压力 他们这样子的方面的需求 你如何能够和成年子女沟通 能够来帮助他们 也分析就是你看到的子女的压力 和他们的行为 你对于你的孩子 他的行为 他的情绪 他的表现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 那么是什么造成的 你要如何来解读 你都可以参加1月7号 这一个座谈 我们一样提醒您 就是在7号的是以中文中英文 在6号的针对学生的是英文 所以提醒朋友们 请您先电话登记 713-839-1880 713-839-1880 好 这一个讯息 我们将会在节目中不停的播出 因为我们也看到 近来在新闻之中 越来越多的这种 就是青年的孩子们 他们在压力方面 情绪的管控方面 压力的舒缓方面 心里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子的安排 能够协助最起码 我们能够知道的 我们能够碰触得到的 这一个族群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放心的参与 不会受到 就是隐私暴露的威胁 好 这个讯息再度带给大家 那么下边的节目也欢迎您 我们休息一会之后 一块继续收听 我们我们就会听清楚 的每 Hiç准备 多 Pas 可能